這是孔父祖教祂的 以前祂是屬於余孝 大孝 中孝 小孝 余孝 余就是傲傲啦 父親生氣的時候 拿了豬頭要打他 他蹲在那邊給他打 孔父祖知道這件事情之後 叫他們兩個父子 都不要來上課了 我不想說這麼笨的學生 祂才講的 小仗則受 大仗則走 你要討 你要討 像這都展現的孝孫的這種精神 還有孔吉 子書 就是孔主的真身 也是真身的弟子 讀得孔主的這種心法 做中庸 子書家也是很平 解釋戶貴的真意 不起於人為之戶 不如於人為之貴 不起不如可算是戶貴 所謂現在的人 認為我穿名牌就是戶貴 我有錢就是戶貴 保俗中入 言不吉義啊 泡茶 就是把這個茶品一下的時候 就說這個茶是多少錢的 它是在喝錢不是在喝茶 人的誠意 心情好的時候 一萬斤一萬塊的茶也很好喝 心情不好的時候 一斤一萬塊也很難喝 就是這樣 所以就是一個人的價值觀 跑掉的時候 就會認為是這樣的 認為你有錢有財物叫做富貴 你沒有聽說嗎 最近出了一本書啊 窮到主剩下錢 窮到主剩下錢 郭台銘先生說 護到最窮的人 他擁有這麼多的財富 爸爸死的時候 來不及見他最後一遍 最恩愛的太太 醫學這本的發達 到周圍還是走掉了 還正死了 他真的有很有兄弟情 用心的照顧他的弟弟 一直要栽培他 成了繼承人 結果你看 也誰還走了 像這些都不是我們人啊 能去掌控的 生屬由命啊 富貴在天啊 既然是這樣 我們做人的原則要守住 不是你不擇手段 就能得到擁有 當你擁有的時候 後備而入 欲備而吃 不正常進來的東西 它還是不正常會出去 所以主書來注解了 富貴這兩個字真的太好了 不起疑人 為著富 金主愛才起之有道 不應該得了我們不要拿它 我們也不要得它 說實在的 你本身啊 你要有那種富貴的命啊 如果沒有啊 你得了這些東西 還是會輸掉的 你看 歐美國家得了採賤的人 幾億喔 五億喔 經過七年半 七年到八年的時間 又歸回原點 談到這個地方我就談到 有兩個乞丐結拜兄弟 有一次 剛好要去跟人家祈禱的時候 他的這個結拜大哥 感冒發燒了 這個弟弟說 大哥你先在這個破廟裡面休息 我去祈禱就好了 祈禱得到東西 我再帶回來給你吃 結果他出去的時候 剛好是黃昏 又下雨 他就躲在有錢人家的那個 那個牆 那個牆啊 門的那個 房屋的後面 房屋的那個後面 剛好啊 七樓上啊 有個女孩子啊 在黃昏也看不到很清楚的時候 就拿了一條繩子 綁了好幾包的東西 就這樣 解開 解開 解開之後 那個女孩子就趕快爬下來 爬下來就把包包拿著 牽著這個奶奶子的手 就趕快跑啊 趕快跑啊 一直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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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跑了好幾個村莊 很累的停下來 當下 看一下臉 靜靜的看 才發現 牽錯人了 因為這個女孩子 和那個男朋友也好了 要私奔了 結果下雨了 他的男朋友沒有來 剛好這個乞丐啊 躲在這個地方 誤會了 當下這個男女瘦瘦不清啊 你一個女孩子 跟人家牽著一個男女子 跑這麼好幾個村莊 怎麼辦啊 當下這個女孩子 也混有智慧 將錯就錯 既然是這樣 大概我是和你有緣的 沒關係 反正我手上 有很多的珠寶 以後他們就離開了 他們自己的家鄉混亂的地方 就去過了幸福美滿快樂的日子 他們也結婚了 家庭也過得很好 他也不敢跟這個人說 他是為了和他的男朋友私奔 這個全都不能講的 打死也不能講 以後有機會再談這個打死 為什麼不能講的故事 但是他們在生活中 這個女孩子發現她的先生 好像悶悶不樂 後來他就問他 相公啊 真的是福氣啊 一夜之間 乞丐當變相公 真的是不簡單 我們家裡生活都已經這麼好了 你為什麼都還 我看好像你不太喜悅的樣子 後來他的先生就跟他講了 當初他被他牽著走的時候 那一天 他有個結拜兄弟大哥 因為生病在廟裡面 我說我祈禱了之後 我要拿東西回去給他吃 結果我遇到你之後 我就忘記他一件事情了 可是說見才忘義啊 我很勾於不棄 他這個太太說沒有關係 這簡單 我們就糟告天下的丐幫 零年的八月中秋 我們要請客 以前的丐幫很厲害 他們沒有大哥到也沒有BB code 他們就放一個稿子這樣 全部都會傳下去 全國不達細節相當快 他們在路上走的時候就會練啊 明年的八月十五號中秋節 廣州生母輪要請吃飯 就這樣 就這樣練而已 結果那個就一直傳 整個全國的丐幫的人 就慢慢以 要一點的時間慢慢以 朝廣州這個地方來 就很多的乞丐來去做他的請客 他在那邊就一直看 一直要看 他的大哥有沒有來 後來看到他大哥來了 他就非常高興 這個宴席結束之後 他就跟他大哥說大哥 你就留在這個地方 就不要再離開了 小弟我現在過得不錯 我養你就好了 這個當下大哥也答應啊 小弟現在混得不錯 也當有錢人了 結果就兄弟就很好啊 就在那邊生活 過了一個禮拜的時間 他這個大哥 就跟他的弟弟和弟弟說 我想要離開 他就問他你為什麼要離開啊 他說真的我住不慣 怎麼會住不慣啊 哪裡對你不好嗎 他說不是 你那個床太好了 我都睡在地板上 你用太好的東西給我吃啊 我每天都拉肚子啊 肚子都不舒服啊 就這樣 在萬不得的情願之下 他要離開 他這個弟弟很賢慧喔 就做了一大包的包子 叫他帶著 他說大婆如果你要離開 我幫你做了這些乾糧啊 你就帶著吃 吃到沒有了 你再去祈禱 他就感謝他們就離開了 離開之後 他看到很多路上的乞丐 好像